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0月6日 星期三 水警高級督察林婉儀 上個月底 參與反走私行動的時候信職 警務處處長蕭澤爾 若然要全力打擊走私活動 警方 最近 在四雄聯同食環處 採取聯繫行動 突擊搜查屯門龍鼓灘一個科櫃窗 懷疑是用作走私前的儲存倉庫 行動檢獲68個凍肉櫃 涉及1,700噸凍肉和內臟 聲稱總值是5億港元 行動中也搜出兩手經改裝的大飛 加裝45個引擎 馬力達到350克 並拘捕了一個年約40歲 有三峽會背景的男子 涉嫌經營無牌東方 以及為走私用途建造的船隻 現在被扣留調查 這件事我們真的要跟大家很詳細地分析 深入地分析 讀完這個新聞才跟大家分析 兩行 新界北總區反黑第一隊高級督察戴寶儀說 昨日下午 反黑組和食環處聯合破獲一個龍鼓灘的走私貨櫃場 相信 是用作走私前的儲存倉庫 貨櫃場裏有200多個貨櫃 其中150個連接發動機 據制冷功能 警方懷疑這批凍獄會經等船運出公海 再分發給快艇轉運 新界北總區反三峽會行動總督察歐陽德指 部分凍獄是來自巴西和荷蘭 不排除會轉口至內地 情報顯示背後可能有三峽會操縱 很奇怪 你說這些是走私 如果人家拿正牌呢 而且 人家有凍獄 人家有凍獄 不代表人家走私 這個問題真的要想清楚 現在 擦除他 涉嫌經營無牌東方 以及為走私用途而建造的船隻 在扣留調查 不排除有更加多人被捕 警方也發現有兩艘船身武號碼改裝的大飛 有四五個外掛引擎 馬力去到310匹 船長17米 這件事為甚麼我們要詳細地跟大家分析呢 就是因為 現在臨遠而高級督察 屍骨尾寒 這些走私客那麼猖獗 這次竟然 有68個貨櫃的凍獄 1700噸 竟然只是抓了一個人 大家想一下 那麼多的貨櫃 還有兩個大飛 一個人 可以看到的嗎 其他人去了哪裡 詳細地分析給大家聽之前 記得支持Rubocool 按like 點擊廣告 堅持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和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兩個呼籲 要一次說完 因為 袁爸爸在美國的 以港 希望大家多點支持 鼎力支持 他的Facebook 跟我們的Facebook專頁 都可以找到相關的資料 要說一下我們的網聚 11月6日 三年沒有跟大家見面 希望今次 在英國凝聚我們香港人的力量 建立我們這個組織 網聚的地點 就會在唐人街的其中一間酒樓 菜單現在還在看 可以大家報名的話 就跟我們的秘書聯絡 電話就在我們的Facebook專頁 Youtube channel下面 英國合作社 合作社 當然如果你要預訂酒店房 或者車隊接送服務 也可以聯絡我們的秘書幫你安排 說回新聞 他說 這次 自從 督策在 墮海殉職之後 警方一連串反走私和反偷渡行動 連同飛行服務隊用公空巡視搜查 我已經說了要高空啦 當時你抓12港人 你不是用高空嗎 為甚麼這次不用呢 而且這班大飛不是現在才存在的 現在的走私集團存在了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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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因為香港和大陸的 動肉的價格 抹價很大 差不多 有八成的抹價 而且大陸的物價越來越貴 香港 因為 進口免稅 而且大量的貨物供應 所以有這些動肉走回大陸是有利可逃的 據說一個有組織的黑社會集團操控 但是 為甚麼警察去到的時候 只是 抓到一個人 這個行動很明顯是造氣的 其他人去了哪裡 根本 你就不夠了告他走私 原因就是 你說他的動倉 沒有牌經營罰多少錢 可不可以充公貨物呢 然後 你說 他會用 等船運出海去走私 現在人們還沒有走 這些貨物你不讓我在香港賣 你不讓我在香港浪費嗎 你不讓我正常轉到別處的嗎 所以 警方 很明顯這件事 我覺得 肯定是不料了之的 稍後可能又會放人 你們是不是在一起的 如果 200個貨櫃裡面有 1700噸的走私凍獄 沒有工人在這裏開工的嗎 他們的集團沒有人在 守著這批東西的嗎 那麼多的錢 你們報出來是5億 還有兩個快艇 還有兩個快艇 是不是現在 大家要為何要做 交了一些人出來 待會兒他們要拿回 罰一點錢 那就好像有一個膠袋 是不是 還是 你們裏面有鬼啊 你們警察裏面有鬼啊 行動之前通知人家 警察蓋檔檔啦 是不是 你們組織裏面有鬼啊 是不是 警察一向跟這些黑社會勾結大家 大家如果有見識過那些反黑組 全部跟黑社會沒有分別的 個個都是黑社會那樣的 他們其實是政府發牌的黑社會 他們的堂口 就是現在共治堆 盲了共產黨的堆 好了 這件這樣的反走私行動 究竟做過甚麼出來呢 有沒有實際成效呢 他們在香港存在了多久呢 這不是走私客那麼簡單 這是一個走私集團 除了凍獄 有沒有販賣毒品呢 有沒有販賣軍火呢 當然軍火應該沒有啦 如果有的 早就有人買來射警察吧 大家都知道 黑社會跟警方長期勾結 而走私本身跟水警是有默契的 如果不是 怎麼會每天都有這麼多快艇 他們 一直都沒有去抓人 不是沒有的 不是拉著一些敵隊的勢力 又或者 是專門選擇一些人出來 這陣子的封鎖是交人 你們交一些東西出來 等我向上頭交代 這次 又不遲 因為這次你想想 整件事很鬼 那麼大的行動 那麼多的貨櫃 一個保留在這裏 很明顯 你們真的是在一起的 你們不是有內鬼那麼簡單 你們全部都是鬼 不過現在不是 這個說法 只是在 泛民裏面抓鬼隊而已 你們的說法不是 你們是黑社會 你們是黑警 你們是 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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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一邊 就在裝扮 扮执法 另一邊 就發財 走私犯 毒殺人 放火 甚麼都做齊 有政府包庇 有警察包庇 現在 督察林婉兒 屍骨美寒 你們在做這些戲出來 你們是怎麼向林婉兒交代 你們辦事不力 還是 那個 交數的那些人 太孤寒了 交一個出來 有沒有搞錯啊 你都裝一下 一堆人在這裡 裝一下搬運 然後就好像不知道 事前通知了他們 誰都知道警察來抓人封艇 特意交一些東西出來 然後就拿回了 你們不是說我把你們刀爆了 你們這些可以告他走私的嗎 人家都還沒走出去 這是倉而已 你不讓我賣給街保嗎 你不讓我拿出去春藥街賣的嗎 是不是 所以說你們找吃環寬也好 你可以開砸什麼嗎 不會有的 根本就是 在於扮裝了事情假裝做事假裝交待 好啦 香港政府也是專門拿樓攤的啦 但警察呢 你們做的太噁心了 你們沒有辦法向林婉儀交代 沒有辦法向林婉儀家人交代 是不是 你們害死他也不知道 這節時間說到這裏 他要送他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